原諒你 你說過 不是不愛我 是她剛好經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暢王如豆我花妹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畫這幅畫的心情還有感覺 其實我這幅畫是我第一張 自己在下筆的第一張去畫的圖 那時候運用的想說 欸 運用點水彩去畫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文具店航買 就是勾起了我自己 欸 覺得好像回到了學生時期 然後很童真的感覺 開始拿起畫冰 那那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該怎麼畫呢 到底要畫些什麼 所以第一個構想就是 把我自己喜歡的東西畫下去 那就是鋼琴 這是一個我自己很想努力去學習 學好 然後可以表現給大家看的一個樂器 那那時候為什麼要畫這個 氣球還有數字呢 在這樣動來動去 其實我覺得氣球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繽紛 然後非常無壓力的一個球 讓我覺得感覺是很可愛 感覺可以輕飄飄的沒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配在一起就是讓我感覺 其實彈鋼琴也是讓我非常沒有壓力 讓我可以放鬆的一個意思 那其實為什麼要畫這個呢 數字 就是非常靈活的一個小孩 可以在鋼琴上亂跳 跳出一些不同的東西 讓人家覺得非常靈活 非常可愛 所以才會有這幅畫的呈現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這幅畫 那其實這幅畫呢 滿像我專輯面前都畫開的很訓聊 那因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我當時呢 其實我自己說真的 樂器學起來 其實有時候都學一些皮毛 但說真的懂呢 其實也不算 所以我覺得自己還這樣還蠻遜的感覺 好像拿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呢 我會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專攻這個樂器 讓大家覺得我會非常厲害 不僅也是唱歌 還有一些表現上面 原來樂器也可以很厲害喔 對 那就是 我數念的不好 我長得很不高 眼神總是視角 老是被小石頭搬倒 卻換來第一次你和我的對角 你分數如此驕傲 做記錄都很照耀 你身邊每分每秒 總是被蝴蝶圍繞 這感覺真的不好 你借我吃痛藥 突然你看我一眼我整個尋掉 尋掉尋掉尋掉 我好想要老跑 哪裏都好就是不要讓你看到 我練了紅油心跳 你知不知道 耶 希望這首歌尋掉 還有我的話 你會喜歡喔